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史蒂芬科维、罗杰·梅里尔、利贝卡·梅里尔合著的《要事第一》 《要事第一》诠释了为要事安排日程的关键思维 第一,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如何才能让自己快乐、提高效率 第二,如何制定州计划,也就是以重要性作为决策思维,提出全新的时间管理方法 我们相信《要事第一》的灿烂光芒照亮了时间管理技巧那一半尚不为人知的黑暗部分 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生活的零星碎片,而是完整的画面 《要事第一》将有助于你摆脱时钟的专制,重新找回自己的罗盘,成为真正改变你生活的杠杆 读完本书你将了解,学习如何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关注最重要的事情 谁会对那些能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幸福、快乐和意义的事情,他们所谓的第一件事不感兴趣呢? 重要的事情会优先帮助你做到这一点 告诉你如何在生活的重要方面找到平衡,并最终实现内心的平静 它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常常无法达到我们的目标 以及你所需要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种情况 通过本书你还会了解到 为什么我们沉迷于紧迫感 一贯石头和石子可以教会我们如何做决定 甘地如何克服羞怯成为世界著名的和平倡导者 有意义的生活,不是尽快做事,而是先做重要的事情 想象一下,一个仙女给了你一种能力 让你做任何事情的速度都加快20% 你会接受吗? 大多数人可能会接受 但想想看,这真的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吗? 我们中的许多人会接受这个提议 因为我们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做多的事情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管理时间的最好方法 然而,许多自助书籍强化了这一误区 它是通过鼓励我们制定代办事项清单 并在完成要点后滑掉项目 这种想法只关注硬币的一面 你的承诺、目标和形成 我们可以称之为我们生命的时钟 它常常忽略了另一方面 也就是我们生活的指南针 你的价值观、原则和良知 事实上,过有意义的生活 并不是把清单上的事情划掉 而是把你的生活指南针来识别那些 对你的幸福、有持久、积极影响的事情 对大多数人来说 最重要的是与家人和朋友的人际关系 你是否听说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 会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在工作上 例如,想象一下,你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在公司里努力工作、挣得高薪 却发现自己已经老得不能生孩子了 如果你一直想要一个家庭 但已经太晚了 事业并不是你的首要目标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你最终可能会因为一个决定而一直不开心 所以,你最好不要接受仙女的能力 相反的,你可以试着找出那些 对你的生活最有意义的事情 并把它们放在首位 与其关注紧急的事情 不如关注重要的事情 大多数人通过做他们认为紧急和重要的事情 来安排他们的日常行程 比如去工作或拜访家人 问题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紧急和重要的事情往往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必须在紧急任务和重要任务之间 做出选择时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紧急任务 这有几个原因 首先,在西方社会 紧迫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如果一个人因为工作太多而感到压力 我们就认为它一定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没有压力 他们通常会想要保护自己 这样就不会显得微不足道 另一个原因是生理上的 处理紧急的任务会让你肾上腺素激增 这会让你感到精力充沛 充满活力 不幸的是 当我们专注于紧急情况时 我们就没有多少时间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 例如,想象一下 你最近有多长时间没有和家人在一起了 所以你计划了一个家庭聚会 结果同一天 老板却邀请你参加一个商务晚宴 你会怎么做 大多数人会选择商务晚宴 而把家庭聚会推迟 虽然你可以推迟家庭聚会 但从长远来看 这样的决定可能会引起家人的不信任和失望 消除这种不信任要比预防困难得多 像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这样的重要事情 能给我们带来持久的幸福 但这些事情很少是紧急的 所以它们很容易被忽视 但最终,可能你不参加会议会更高兴 当然,你不能在每个情况下都选择你的家庭 但你也不应该总是让紧急的事情阻碍真正重要的事情 拥有高质量的生活 取决于满足你的需求和专注于你的原则 那么,关注生活中重要的事情的第一步是什么? 好吧,你需要确定那些东西是什么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 你必须满足人类的四个基本需求 第一,生存的需要是生理上的 它意味着有食物、住所和健康 第二,是精神上的 学习的需要 它意味着受到智力上的刺激 第三,我们的社会需求是爱的需求 这意味着拥有你信任和关心的人 最后一种是精神上的 留下遗产的需要 这意味着在生活中的一种目的感 我们的幸福取决于满足这些需求 如果没有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就会感到压力、焦虑或恐惧 例如,想想一个无家可归的孤独的人 和一个致力于有意义事业的健康人之间的区别 满足这些需求就决定了生活质量的高低 为了满足和平衡你的需求 你必须专注于你的原则 你的原则是你内心的指南针 它们指引你走向你想要的生活方向 你的原则必须指导你所有的决定 你不能只是偶尔遵守它们 同时,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遵循你的原则可能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例如,如果你是一个电视迷 但你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马拉松运动员 没有什么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你 你必须长期坚持奉献精神和健康的原则 可以肯定的是 通过锻炼和改变饮食 你的原则将指导你实现目标 所以,专注你的原则 用它们来指导你实现和平衡你的需求 这种方法会让你的生活质量更高 对未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愿景 并利用它来了解你的前进方向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就能做出决定 而有些人却总是在考虑其他的选择 能否轻易做出决定 取决于你对未来的定位 对未来有一个清晰的愿景 会让你更容易做出选择 从而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你实现梦想的欲望 会比恐惧或怀疑等负面情绪更强烈 所以,你会更容易克服它们 例如,想想甘地的生活 是如何被他的平衡社会愿景所引导的 在他致力于实现这个目标之前 他对公开演讲感到害羞和紧张 甚至在他刚当律师的时候 然而,当他开始致力于他的梦想时 他克服了社会焦虑 因为与他的愿景相比 他的害羞并不重要 有一个面向未来的愿景提醒你为什么而奋斗 也能够帮助你度过困境 著名的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 举了一个极端的尖锐的例子 他注意到 他所认识的大屠杀幸存者 最普遍的特征不是他们的健康、智力或家庭 而是他们对未来的目标感 他写道 他们有一项使命要完成 还有一些重要的工作要做 他们实现目标的愿景 给了他们继续前进的力量 那么 你怎样才能对未来 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愿景呢? 一个好的方法是 为自己写一份个人使命宣言 想象一下 你八十大寿时的情景 你看到了什么? 一个大家庭吗? 也许你已经创建了一个成功的企业 到那时你取得了什么成就? 你想象自己在年老时实现的目标 才应该是你未来关注的目标 一旦你知道了你想要实现的目标 就开始采取行动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短期的 不相关的事情上 你知道你想要什么 所以去争取吧 只有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目标 和对未来的展望 才有可能实现 你有没有制定过新年计划 但最终没有完成 在新年 许多人设定了个人目标 比如学习或锻炼 但很快又回到了老习惯 无论是在新年 还是在其他时候 人们往往会设定一些最终无法实现的目标 有时候即使达到了一个目标 结果还是会令人失望 例如苏联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限制酒精销售 希望减少酒精消费 酒精消费确实减少了 但麻醉剂的消费增加了 因为人们开始转向了麻醉剂 目标实现了 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那么实现的目标 和以积极的方式实现目标之间的区别 是什么呢 首先目标必须与你的原则一致 对于每个目标 确定什么 为什么和如何 以正确的理由和正确的方法 去做正确的事情 例如 想象一下你是如何保持健康的身体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理由可能是 因为你想让自己感觉良好 为孩子树立榜样 而你可以改变饮食习惯 定期锻炼 除了找到你的目标 为什么和如何 还要确保你的目标 在你的影响范围内 你没有影响力改变总统的外交政策 但你可以完全控制你的身材和个人习惯 最后 你的目标也需要由重要性 而不是紧迫性来驱动 如果你超重了 想要变得健康 即使你的目标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 那也没关系 重要的是你要保持专注 因为你实现了你的目标 比如健康 会对你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你真的想要为之努力 做出正确的决定 取决于找到正确的视角 并以正直的态度行事 为了拍出漂亮的照片 优秀的摄影师会使用不同的镜头 为每一个镜头找到正确的视角 同样的 在做重要决定时 你需要用正确的视角 大多数人在做决定或计划时 只使用一个角度 他们会用近距离观察来满足眼前的需求 比如决定晚餐吃什么 或者他们会用广角视角来看待长期目标 比如规划五年内的发展方向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每周计划 将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 试着创建一个周日例 在上面你可以分配时间 做对你重要的事情 比如工作 家庭 或休闲 你不必为你的活动指定特定的时间 只要确保他们在一周内 得到适当的关注就可以了 同时 尽可能地把你的目标结合起来 例如 想象一下你有压力 因为你必须做饭 会见你的新邻居 并为即将到来的招待会准备新食谱 一个很好的观点是 将这些活动结合起来 你可以尝试今晚晚餐的新食谱 多做一些给邻居和带到招待会 除了使用正确的视角 你还需要记住你的原则 例如 假设你打算待在家里看书一晚 但你的朋友打电话 告诉你一个严重的问题 你会怎么做 你可能会放弃阅读去见你的朋友 因为你重视友谊和可靠性 遵守这些原则比度过一个放松的夜晚更重要 在决策过程中 坚持自己的原则被称为 在选择的时刻保持正直 而这种正直对于做出好的选择至关重要 因此通过找到正确的角度来做出好的决定 并让你的原则指导你 注重相互依赖和合作 而不是独立和竞争 在我们的一生中 我们总是被迫去竞争 我们担心谁的成绩最好 谁的工作最好 或者谁比我们更聪明或更漂亮 这种对独立和竞争的不健康关注 对我们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竞争中单枪匹马地完成每一件事 会让我们急于把事情做好 人们匆匆忙忙地去赴约时吃快餐 而不是花时间吃健康的食品 另一些人通过从一段关系 转移到另一段关系 而急于恋爱 当困难出现时 就结束事情 而不是解决它 不幸的是 这种匆忙的生活方式 有很多负面的影响 例如 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导致健康问题 缺乏耐心克服困难的夫妇 会导致离婚 我们不应该以独立和竞争为动力 而应该注重相互依存和合作 为什么这两个概念是特别的 考虑一下 人类的四种基本需求 生活 爱 学习和留下遗产 都涉及与他人建立关系 每个人都要依靠他人来生存 健康和快乐 我们需要承认这种相互依存 是一件好事 重视相互依赖和合作 比把一切都视为竞争要积极得多 当我们独立工作时 我们常常认为 想要赢就必须让别人输 但如果我们注重合作 就更加容易创造双赢局面 举个例子 考虑一下两个人是如何度过他们的婚姻 许多夫妇在最初的蜜月期结束 他们遇到了第一个严重的问题时 他们就离婚了 但那些一起工作 有共同愿景 重视合作的夫妻可能会发现 一起解决问题 可以让他们的婚姻更加牢固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与我们生活中的人 合作的长期和直接的利益 而不是把他们视为竞争对手 通过授权给你周围的人 成为一个强大的个人领导者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时我们都扮演着领导的角色 作为父母 重要的是你和孩子的关系 作为一名员工 重要的是你与同事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领导者 你必须努力授权 给你所领导的人 虽然不可能 直接向任何人灌输父权 但你可以创造条件 让他们自己父权 像信任、尊重和诚实 这样的条件 自然会授权给他人 为了创造这些条件 让其他人参与你的决策 例如 假设你的一个下属 在工作中向你提出一个问题 不要立即试图解决问题 首先 问问他们会怎么做 并鼓励他们 自己找到解决方案 他们会感激你 重视他们的创造力 并感到受尊重 他们可能会觉得 自己被赋予了权力 并努力在未来表现得更好 所以 当你领导别人时 要注重相互信任和责任 研究表明 拥有高信任文化的公司 也就是员工感觉 得到雇主信任的公司 比那些拥有 低信任文化的公司 表现更好 所以不要通过 严格的监管和控制来领导 从短期来看 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似乎更容易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并没有什么成效 培养高度信任化的一个好方法 是定期从你的下属那里得到反馈 这表明你尊重他们的意见 你也会知道 你可能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 例如 如果一位CEO 倾听他的员工的反馈 这表明他重视他们的判断 也表明他的谦逊 他知道自己的表现 可能不是完美的 他愿意改变 你会发现个人领导角色 在你生活的各个方面 无论是家庭 工作 甚至只是朋友 所以通过建立信任 尊重和诚实 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 把不同的角色和任务 想象成一个整体的一部分 而不是独立的部分 强大的原则 对于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至关重要 他们会引导你 决定如何支配时间 通常会让你走向一个 充实的方向 提供这种指导的 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是平衡 良好的平衡感 会让你对生活 有更积极的看法 大多数人认为 他们的生活 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 工作 家庭 空闲的时间等等 他们将自己扮演的角色 和执行的任务 归为这些独立的类别 但实际上 以这种方式 看待我们的生活 可能会受到限制 当人们将自己的生活 划分为不同的部分时 他们就很难在 不同的部分之间 转移技能 例如 研究表明 一个在学术上 取得成功的人 可能会在 非学术的任务中失败 即使任务是类似的 他们只是不习惯 跨越想象中的边界 去思考 在现实中 我们所有的角色和任务 都是相互关联的 如果你只专注于一件事 就会导致挫败感 例如 如果一位高管 只考虑他的时间表和职责 如果他的员工 用问题打断他 他会很生气 但如果他给有问题的员工 留出时间 让他们在办公室 停留一段时间 他就会加强 与他们的关系 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 通过将工作和社会角色 结合起来 高管将获得更平衡的结果 组合你在生活中的角色 比你想象的要容易 例如 想象一下你很有压力 因为你觉得你应该多锻炼 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但你的时间表太满了 你总有一件不能完成 那么为什么不和孩子们一起打网球呢 在你的生活中 保持联系将会带来新机会 并帮助你更有效地利用时间 所以不要划分你的生活 保持平衡的观点 记住每件事都是相互关联的 努力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把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 会带来内心的平静 你认为自己拥有内心的平静吗 你的生活有平衡快乐和意义吗 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并不完全满意 很可能是沮丧 骄傲或不切实际的期望造成的 它们是三种最常见的 内在平静的阻碍 而内在平静是拥有高质量生活所必须的 有时这三种情况同时发生 想象一下 你认为自己非常擅长自己的工作 但当你的主管退休时 你没有被选为继任者 你可能会感到沮丧和羞愧 因为别人升职了 你却不得不留在自己的位置上 与其感到羞耻 不如试着保持谦逊和勇气 不要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不要认为你必须和别人竞争 来证明你的价值 别人得到晋升并不意味着 你的表现不够好 事实上 你的表现可能非常好 以至于你的公司 都不想让你离开这个职位 这样想可以帮助你找到平静 改善你的生活 达到内心平静的最大关键 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 来自一位教授的一个强有力的比喻 他曾经给他的学生一个空罐子 他把罐子装满了石头 然后问学生们是否觉得已经装满了 他们说是的 教授把碎石倒进去 填满了岩石之间的缝隙 接着他倒进了沙子 最后为了完全填满 哪怕是最小的空隙 他把水倒了进去 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把那个罐子想象成你生命中的时间 石头是最重要的东西 沙子 碎石和水 是其余的 如果你先放沙子和碎石 这些日常的琐事 那就没有空间放石头了 但当你把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时 其他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最后总结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把注意力放在错误的事情上 这导致了压力和不和谐 为了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你需要确定你的优先级 用重要性代替紧迫性 并在你所有的任务之间建立平衡 有一个面向未来的愿景 这将帮助你设定有效的目标 当你把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 而不是把紧急的或较小的事情放在首位 你会获得快乐和内心的平静 此外 作者还给出了一点建议 想象一下你理想中的八十岁生日 你看到了什么 你身边的人是谁 你取得了什么成就 想象你八十岁时候的理想生活 将帮助你确定你最重要的目标 到那时你想要实现的目标 应该是你最重要的事 所以开始朝着他们努力吧 好了 要事第一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先讲一下 所以我们走到下半岁生日 我们先讲一下